我现在呢是在米蹄大饭店里面哦 现在跟大家介绍的是在三楼的房间 那这种房型也是我们社团比较喜欢的 就是一样是两床的是适合家庭 不管是两大两小或是四个人 都是可以入住的四人房型 那四人房型呢它有分床 有分加大跟不加大 它都是同样的都是同样的 都是随机分配 任任都有机会 但就是不能指定 不能指定就是随机的意思 那我们现在看的就是标准的床的话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房间呢 好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咯 好可以看他们的走廊 照这个灯 这样他们古董来这边好像要欣赏的艺术品 他们大厅呢 有蛮多的艺术品可以欣赏的 还有他们在V1 因为大厅这边是叫V1 然后呢在V2呢 休闲设施那边也有一些个走廊 上面也很多的艺术品可以欣赏 好现在跟我一起来看一下 四人房型呢 到底是长怎么样子的 就是标准的两床的可以睡四个人的算是家庭房型咯 好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没有加大的床像这个外面的走廊的镜头 这可以坐在外面欣赏风景 外面都还有桌椅 他每一层楼都有这样一个空间 每一层楼刚好是这个角度都可以坐在外面的哦 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房间的部分 我们进来看这个是302 302房间 他每个房间呢都一定有浴缸的 好这个就不用再做指定 你们最喜欢的有浴缸没有问题 还有免制的马桶耶 所以呢 ok的冬天的时候呢 再上厕所就不会冰冰的哦 而且老人家还蛮喜欢免制马桶可以冲洗 这个功能在这边 那至于呢浴缸更是不用担心 所有房间都有浴缸 也不用在另外加价 是本来就有 你们小朋友最喜欢洗澡的时候泡澡 还有把它当成小游泳池 这个都没有问题哦 可以看到浴缸在这边 好是有浴缸的 好免制马桶 那他是采用这样子隔开的淋浴在这边 水比较不会溅出来的淋浴空间在这边 他使用的是洗法还有沐浴 还有洗澡 通通都是用这一瓶 一瓶就可以了 感染精华 这一瓶就可以全部包办了 那外面这边还很贴心呢 他也是放了一个铜牌子的一个沐浴乳 洗完澡之后呢 可以涂上它沐浴乳皮肤比较干燥咯 再来这就是这个吹风机的问题啦 有的会觉得说暗压式的真的手会酸死 没关系 改良的在这边 所以这边还有一支是分离式的一个吹风机 这个袋子里面哦 备瓶的部分呢 也准备了四人份的备瓶也非常贴心 因为疫情关系 他们还多准备了酒精棉片 酒精棉片在这里 然后这边有四个人的杯子 罐洗用品是四人份 大毛小毛的话呢也都有 就这边 大毛小毛也是四人份的部分 好啊记得哦 有止滑垫要使用一下 毕竟浴室呢还是有危险性的 止滑垫还是要使用的哦 好我们看过来这边的话呢 他们很贴心的部分是放的 四瓶的水 有四瓶的水 那还有这个是茶包 有咖啡 茶包 这些都有 有高山的茶可以泡 这边呢就是三泉水 一定要喝一下的啦 这边拿的水是三泉水 那你就把它煮沸了 可以喝喝看 这边的三泉水是非常棒的哦 好冰箱在下面这边 冰箱在下面 然后后面呢 这边是衣橱的部分呢 也非常贴心 放了一个东西给你们看一下 他们很贴心的地方 来 好看一下 里面有一个残酷体重剂啦 有没有 是不是 吃太好了 记得哦 量一下体重哦 残酷体重剂 躲在衣橱里面 然后里面呢 还换了 放了那个环保的袋子 这个可以重复使用的一个袋子 那上面这边还有一个洗衣袋 洗衣袋的话 如果去游泳的话呢 可以放你的湿的泳装的 洗衣袋这边都有 那上面还有个贴心的部分 这边针对山上 有的人觉得 可能温度呢 有时候冬天的时候 真的比较低了一点 他们也放了一个毯子 在上面有个备用毯子 记得如果怕冷的人呢 这边有毯子哦 就不用再打电话了 直接你的房间 就有备用的毯子 毯子在这边了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房间的部分呢 四人房型 我们看一下四人房型 就是两张床 但是呢 这个床呢 它是比较标准的 哦 这间也有加大 这间是有加大的床 有加大 这个有加大的 它是比较大的 有大了一点点 好 我们看一下 它是两张床 可以睡四个人 可以看一下 四个人的哦 那房间的部分呢 它都有个座位区 有张桌子在这边 可以把它转过来 倒过来这边 是可以看到这个山井的 有两面 一面是面对管外 管外是山井的部分 那一面呢 是面对管内 那管内呢 就是大家很喜欢看的 就是那个游泳池的部分 有人喜欢看管内 有人喜欢看管外 那个都不一样 但是呢 就是随机分配 它也不能指定 就是给你一个就是乐透 每次来的话 搞不好 你是做不一样的感觉啊 这样子 所以其实不管管内 或是面对管外 都是有不同的感觉 都很好啦 如果要看得更清楚 去外面走路 散步 外面的空气也很好啊 都可以看得更清楚 是没有问题的 那下面可以看到 就是它户外的停车场的部分 停车场非常的方便 不用担心 停不到车位 绝对有车位 绝对有车位 停车场位置很多啦 外面都有位置 绝对可以的 不用担心 因为很多人觉得 我们大包小包带了小孩子 我知道你们最怕什么了 怕没有位置 等一下没有位置呢 司机就会生气的 爸爸生气 你就会觉得为什么要被他骂 对不对 所以位置 绝对这里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不用担心的 那房间的部分呢 它是室内采用的是地毯 先跟你们说好 它是都是地毯 一律都是地毯 没得选择 只有玄关的部分呢 这是地砖 这个是 然后里面的话呢 一律是采用地毯的设计 所以你们不要问我 有没有可以换不是地毯的 我目前据我知道 它这边的话都是采用地毯的设计在这里 地毯的设计 所以四人房的感觉 可以看到空间感的话也非常的舒服 管内管外都是有一个对外窗户 都是这样一个整片的窗户 只是你看的是管内游泳池的部分 还是管外看山的部分 是不同的感觉 但是都很好 都是不错的感觉 跟你们说一声 不要在意 随机分配就好 我们不要太坚持 出来就是要放轻松 哪一边都很好 OK 好 这是四人房的部分 给你们做介绍了 我们在米蹄 米蹄大饭店里面 这边的多便是 这边都要做的 就是